歡迎收看晚間新聞 我是陳家欣 今天的主要新聞報復 領主和證監會聯合行動 拿了三個上市公司的高層 出席話包括空雲環球 兩個執行組織 佔領行動期間 在旺角發生的刑事廟事法庭案 法官押後16個被告的判刑 立法會開始審議修改議事規則 非歸勢派對著拖言 包括連席抗議 這是無關或無關的 實體認證明 特朗普宣布承認 耶路斯蘭是以色列的首都 據報他多個國聯都反對 因為這個決定危險 詳細的新聞內容 廉政公主和證監會 採取聯合行動 抓了三個上市公司的高層人員 懷疑他們涉嫌貪戶 無知識話包括 康雲環球兩個高層 拉團作話事件 接著兩個職盟董事 並停職 而康雲環球亦向港交所 申請暫時停牌 廉政公主晚上回應 廉政公主 傳媒查詢 說和證監會採取聯合行動 搜查了八個地點 抓了三個上市公司的高層人員 懷疑他們涉嫌貪戶 消息話被告假包括 康雲環球 副主席聯合行動 最少12名康雲環球的高層 帶回聯署總部調查 何分人亦都被帶到公司門住所搜查 話疑有公司高層私下成立公司 作為中介人向康雲借貸 再轉借給私人公司 涉嫌貪戶 涉嫌貪戶 消息說有人涉嫌貪戶 利用康雲地零一年3月到6月 通過收受利益 涉及大約4,700萬港元 據了解 康雲環球主席 王利民和執董曹貴使 都是被調查對象 而王利民建設在台灣 康雲環球說 國際分別的執法行動 涉及兩名執行董事 由於涉及執法行動和前在訴訟 暫時不評論事件 公司已主動向港交所申請暫時停牌 適當時會進行澄清及公告 涉及事件的兩名執董已被暫停職務 總裁吳榮輝就向員工發信 強調公司財政穩健 業務如常 希望同事理解和放心 康雲環球的股份 接近中午在港交所停牌前 比上一個交易日跌大約7% 無線電視記者簡慰二報導 今次是證監會和廉政公署第一次聯合執法行動 證監會近期前後 勒力五隻股份停牌 市場郵士說 有關公司有可能涉嫌互相持股操控股價 證監會和廉署聯手 調查上市公司高層涉嫌貪污案是第一次 據了解 證監會關注獨立股評人David Webb 早前公布的50隻不能買的港股 調查過程中 向廉署提供資料 促成聯合行動 打擊網絡內的公司 康雲環球就是其中一間 康雲環球在2010年香港上市 主要提供貸款、保險、資產管理和強積金等等的服務 康雲和近期被證監會立令停牌的多隻股份有關 一方面股東兼董事曹桂子 新兼被停牌的康建國際股東兼副主席 另外康雲也持有被停牌的第一信用 接近新成股權 除了這三間公司 在David Webb 50隻不能買的港股名單之上 中國華人醫療、融成金融和新入醫藥 也先後被證監會立令停牌 David Webb認為這些公司互相持股關係複雜 更容易欺騙投資者 可能涉嫌操控股價 擁有資金或建議散獲不好牽手 6月的時候 雙方股販曾經股災息報社 引起監管機構關注 無線電視機制增加和報導 最後的記者消息 王智峰和沈岳芬等16人 在自民流動期間為反認證 被控電視表情分 那些原地通常會議 但在左邊風逃成之後 他們正好會議 此時已經在交實戰 16個被告包括已經認罪 價錢學問生態設定 他單是一個公園 他是刺乾 原生 能源轉換社交機 全法立資深大律師 求情時說 王鴻銘當日沒有試圖 發現場情緒 曾經呼籲示威者冷靜 希望法庭考慮他被捕那時沒有掙扎 沒有令人受傷 只是尋求社會公義 他又讀出另一個被告密封商架求情信 或是引領自己沈飾難安 非常後悔和內疚 希望法庭考慮他逗留不夠半個小時 給機會他改過自身 法官曾慶偉原定在辯方求情之後判刑 王之鋒和岑奧輝一方提出 王之鋒在案發時18歲 早前已因為衝擊政府總部案被判監半年 希望法庭考慮整體原則 先為案發時未滿21歲的被告 取感化報告 法官說留意到終審法院 就王之鋒衝擊政總案 批出上訴許可 理據之一是法庭量刑時 是否應該考慮他案發時未滿21歲 認為情況比想像中複雜 但是今次面對的刑事藐視法庭罪 判社會服務令一定不合適 至於感化令就不知是否可以 如果不可以敢判 那拿報告有甚麼用呢 法官押後判刑 等辯方就未滿21歲人次的判刑指引 和相關案例補交書面陳詞 法官說會在收到補充陳詞之後 再考慮判刑 有決定之後會通知各方回去法庭 下星期三座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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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早早開始審議修訂議事規則 但在正式討論之前 多個非建制派議員 輪流提出規程問題 說每個人15分鐘的發言時間太短 我的才決是不容辯論 我現在是用時間去解釋 其實我是不需要解釋的 謝偉俊開始發言時 多個非建制派抗議 謝偉俊開始發言時 還以懸疑決議案 以修改 兩個半小時後復會 謝偉俊一發言 多個非建制派議員 已拍檯表示不滿 我們現在去到的地步 就已經是是有拉不是有拉 塔利班式的拉布 到了非建制派發言 繼續用不同的方法拖延 主席 我希望根據議事規則第四座 扶回一條 當以現職辯論終止待續 主席要求點選法定人數 到了埋慢 非建制派突然集體離座抗議 陳志全一度衝到主席台前 保安捉成人鏈 請你反回座位 台主席李慧琼勸喻無效 宣布會議暫停 會之後非建制派議員 仍然未回到座位 會議在混亂之中繼續 陳志全和保安發生爭執 會議現在暫停 八分鐘之後 主席第三次暫停會議 大約二十分鐘之後再次復會 期間保安將陳志全、朱海迪、毛孟靜 抬回座位 會議在夜晚八點鐘結束 仍然未就楊岳橋的宗旨代續表決 梁文賢形容會議情況不理想 希望議員下個星期復會的時候 冷靜尋求共識 我們做一個星期 希望大家去冷靜 大家要面對 議事規則的議程已經放了上台 他們是有空間去談的 今次審議修訂議事規則 涉及12項決議案 總共49項修改 包括將全體委員會法定人數 由全體議員一半 即是35人 降到20人 無線電視記者 鮮致報道 專輯回來會報道 內地登局說 現在通道來香港的活動 仍然活躍 人事集團分工指示 許惡成員 由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 國際社會普遍反對 大批巴勒斯坦人 在約旦河西岸示威 慘剩和遇上 不錯 先生 他們都覺得 这下子我要好几天不要吃东西了 怎么老是吃不饱啊 还不饱啊那我用放大剑来帮你 小心啊千万 玉女寒冰 罚财了 罚财了罚财了 这篇呢是喇嘛精这篇也是 你知道这篇是什么吗 什么也是喇嘛精 你们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要找的雪山宝藏 这个就是玉女封 经文记载的玉女封之巅埋藏了玉女寒冰 如果我们找到了玉女寒冰 我们就可以到罗宫那里换取一笔可观的奖金 不让可以挖财 吸一口争取还给你强生不老 好我们走了 不行不行不行 怎么了 万一我们失败了 拿不到那块冰 回来之后东西被偷光了 什么都没了 那岂不是突击不着十八米 对不对 不用怕有道理 我这里有新发明 特别超浓缩二合一 暂时阻碍视觉空间一体 有了这个玩意儿 什么都搞定了 我们走吧 喂 什么叫做超浓缩二合一 暂时阻碍视觉 哎 简单就是隐形水啊 明白没有 哈哈明白明白 哈哈哈哈 去救你的事啊 做好了 你看 那么快 出发 留眼睛 这遗水真厉害 出发 要看 要看 怎么办 没有 anywhere 都 他的 le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港和内地警方去年开始联手打击边境偷渡 接获三之几个经内地偷渡来香港的外籍人士 内地说现在偷渡来香港的活动仍然活跃 有徐智英在深圳报道 本港和内地警方在深圳召开第五次边界打击偷渡联合工作会议 披露自去年以月至上个月 广东 广西和云南的公安机关 共接获约67,000名东南亚和南亚裔非法入境者 勞工和居留人士 其中经内地偷渡到香港的案件 有290宗 拉了仰几千名负责境外外运送的人 以及约3400名外籍偷渡人士 涉及约50个偷渡集团 内地说现时偷渡到香港的活动仍然活跃 偷渡集团组织严密分工明确 香港的舌头主要是遥控指挥 那么东南亚南亚籍舌头负责组织招募 内地的一些舌头主要负责接营和运送 形成了一条龙组织投渡产业链 打击越港边界的偷渡专项行动 将会延至2019年7月 当中包括加强两地情报交流 以及源头堵截等 武士电视机者徐智盈在深圳报答 康民署及故宫博物馆签订 一份合作二项书 康民署处长李美常及故宫博物馆院长 善齐祥签署合作二项书 加强文物保护、藏品管理等封面合作 善齐祥同媒查罪时说 满意西九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设计 他透露博物馆第一层 会以宫廷文化和建筑为主题 皇帝宝座等展品 大概每两年会换一次 他又说北京故宫有八千多几文物 是一级国宝 超过八成未公开展出过 到时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必定会有第一次展出的文物 美国总统特朗普无视国际社会的反对 开先例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 形容仅仅仅是承认现实 特朗普会指示国务院筹备 将美国大使馆由特拉维夫搬去耶路撒冷 特朗普星期三签署文件 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导演他这个极具争议的竞选承诺 他形容只是承认现实 他说美国过去一直没有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 不见得对以巴和平进程有什么帮助 又说在实际边界问题上 美方会继续保持中立 美国也继续支持两国方案 特朗普已经指示国务院 着手准备将美国大使馆由特拉维夫 迁去耶路撒冷 但同时他都签住命令 再推迟搬迁大使馆六个月 美国国会在1995年通过 将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 不过例外总统都出于国家安全考虑 每六个月签住命令延迟搬迁 国务院官员都估计 落实搬迁可能需时三至四年 尤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视耶路撒冷为升城 以色列由1948年纳国以来 一直视耶路撒冷是他们的首都 但不和国制承认 目前也没有国家将大使馆设在耶路撒冷 又为另一方面 巴勒斯坦人同样视这个地方 是他们未来纳国的首都 耶路撒冷地位牵涉以巴和平 以致全中东和平稳定 各国都避免触及这个极敏感的议题 虽然多国不论中东国家 美国的西方盟友 以致据布特朗普的内阁官员 包括国防部长马帝斯 和国务卿大纳深都警告此举非常危险 但特朗普坚持决定 报道说他的犹太裔女婿 白宫高级顾问傅神纳 和来自福音派保守势力的 外副总统彭斯都支持这个决定 无线电视机者一层敏停报道 美国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之后 西岸和加沙都有巴勒斯坦人示威 肥仔和以色列军径冲突 至少17人受伤 哈马斯组织更加号召巴人 发起新一轮的抗争 以军袖增兵西岸戒备 在约旦河西岸多个城镇 巴勒斯坦民众上街抗议 以色列军警发射催泪弹 驱赶人群 巴人是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 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 加沙同样有巴人示威 他们焚烧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奥姆的相片 表达不满 哈马斯组织领袖哈尼亚 更加号召巴人发动新一轮 针对以色列的抗争 解放耶路撒冷和西岸 这个星期五将会成为愤怒之日 他指责美国挑起战争 仍然会令美国后悔 哈尼亚又呼吁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主席阿巴斯 退出寻求和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 相反以色列方面 耶路撒冷的首都地乏和美国认可 总理内塔尼亚胡形容是里程碑 内塔尼亚胡又说已经联络其他国家 相信他们会跟随美国 但有哪些国家他就没有透露详情 特朗普一个决定引发多国不满 土耳其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的美国使领馆 当局已经加强保安 总理耶尔德勒形容美国 由于在区内引爆炸弹 沙特阿拉伯和埃及都对美国的决定感到忧虑 美国是欧洲的传统盟友 英、法、德等国都表明不同意美国做法 无线电视记者黄振阳报导 俄罗斯总统普希宣布 将会参加明年的总统选举 如果成功连任将会执政去到2024年 土耕星星期三参观俄罗斯西部 夏洛夫哥罗德一间汽车工厂 并宣布全国期待已久的消息 他之前出席义工活动 同一众联听支持者会面 他说做总统作出每一个的决定 都必须为国民福祉着想 并且要展望将来 强调做总统任重导远 普京更加一探民众口风 如果我这样的决定 如果我这样的决定 那么你们和大家亲近的 支持这决定 65岁的普京2000年开始出任总统 执政8年之后转做总理 其间国家杜马通过修宪 将总统任期增至到6年 普京在2012年再度入主克里姆林宫 执政去到现在 若果他成功连任将会执政至到2024年 成为继苏联以故领袖斯大林之后 掌权时间最长的领导人 总统选举明年3月举行 民调显示普京民网高企 八成国民支持他继续执政 分析说普京内政外交作风强硬 虽然因为介入敘利亚和克利米亚等问题 受到国际孤立和制裁 但近年俄罗斯经济有改善 民众普遍将生活好转归公土经 无私电视记者黄真阳报道 财经方面 虚拟货币比特币的价格升势加剧 曾经突破16000美元的关口 根据交易平台Dombase的数据 比特币单日之内连续升穿14000和15000美元的水平 之后更加曾经冲破16000美元 再创历史的新高 单日的升幅超过两成 美国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说 比特币令他想起美国殖民时期发行的货币 他担心比特币最终可能好像当时的情况一样 最后变得一文不值 问题下导致的表现 暂时升了50点报24191点 欧洲股市方面三大指数各别发展 港股就是反复靠稳的 暂时升了78点报28303点 暂时期发夜市即月升了104点 成交是二万几张 昨晚就说过 北京公园设备改革出问题 环保部决定天然气的公园设备 未来没起好的地方可以烧回 但一些人仍然要挨冻 为什么呢 回来就会讲一下 人生渔气 最好的本事都要有个好身体 一旦腰间盆出了问题 就滑倒 你小心打不住 哎呀 说什么也不给你打 我虐吃了他 哎呀 你不要搞错啊你 快吐出来 放出来啊 真该死 超级放大机 我们谁是谁啊 这就该我了 快撑 Strange 李 怎么行啦 啊 我 你 你 你 走开 受不了了 七人 我看该有你的秘密武器了 干爹 我把所有的袋都搞定了 全靠你们了 好 拿着 这太夸张了吧 不要说那么多了 我来了 小心 撑起 快快 你过来的属于我们的 你过来的属于我们的 告訴我,黑世良在哪裡? 你先拉我上來 我究竟做錯了什麼? 沒錯 人呢? 你好醜,我不想再做你 給我一個俱學 我現在決定上市合併 勉強結合激化衝突 YCEO,個人最大發 大恐嚇是我們 是我們救你們 你們越來越來越好 越來越塞鎖街 電風音支,在上台點 有人翻了翻 你們根本就是有餘暴,有組織 蔡天劇,寒心風雨衣 晚九點半,飛出台 下屬 segreg 過來,酒節新聞 華姬環保部向二十八個省市下發特急文件 並稱未完成梅改改的地方 可以恢復用燒梅等方式來取暖 但有據聞中,在新例下 很多煤露已經被人拆掉 當時的決定沒有作用 陈少豪看过河北的情况 这个位于河北断州市郊的乡村住了三千多人 一些家庭因为家里没有暖气 室内太冷 下周趁有阳光晒太阳取暖 有村民说虽然村里面已经铺设天然气管 当局声称大约一个星期前开始供气 但大部分家庭仍然没有天然气供应 天然气壁挂楼得物无所用 他们回来不管是这个 这气不是烧不公去吗 暖气不热 现在这就是奶都冷了 不然下午什么地方开空调 空调会先凑味先冷气暖 村民又说当日燃气公司 安装天然气壁挂楼的时候 顺便拆了煤露 即使想烧煤都不行 他给拆了弄出来这药衣板 就是只能打这气了 但安装还得要钱呢 喊你拿钱不是 现在处处拿钱 你一点不拿钱也不会弄啊 我们指甲也不懂 也不会弄 有村民就说暂时没有收到任何的通知 可以在村里面烧煤 担心一旦烧煤的话会被罚 各地上个月陆续踏入供暖期 多个省份煤改气或者煤改电工程仍然未完成 市民被逼捱冬 引来民粉之后 环保部星期一向28个省市下发特急文件 说保障群众温暖冬天是首要考虑 未完成煤改气项目的地方 可以继续沿用过去的延煤或者其他代替方式取暖 无线连事记者一层笑喉在河北报道 再看一些国际消息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访问希腊 是六十几年来第一位访问希腊的土耳其总统 埃尔多安和夫人星期四抵达希腊雅典机场 展开一年两日的国事访问 亦都是六十五年来第一位到访希腊的土耳其总统 埃尔多安去到雅典宪法广场 和总理齐普拉斯一起出席悼念无名阵亡将士仪式 土耳其和希腊过往曾经爆发边界战争 几万名士兵死亡 埃尔多安之后和总统帕夫洛普洛斯会面 讨论双边关系反恐以至贸易合作等多项议题 但会面气氛很快就因为两国边界问题变得紧张 埃尔多安底部之前表明 说在九十几年前达成 策定两国边界的洛桑条约 部分条文不清晰 提出和希腊重新审视条约 埃尔多安期望借此保障在希腊东北部聚居的 土耳其裔伊斯兰教徒的生活 又说他们遭受严重歧视 帕夫洛普洛斯就表明条约没有漏洞 没有必要讨论更新 埃尔多安又到总理府和齐普拉斯会谈 齐普拉斯认为两国需要改善关系 建立沟通机制 但坚持不会修改洛桑条约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希腊和土耳其爆发战争 在1923年达成的洛桑条约 确定两国边界 有10万名土耳其叫伊斯兰教徒 流落在希腊定居 成为9000两国关系的问题 无视电视记者黄振阳报导 澳洲昆士兰警方破获庞大的大麻种植场 警方在三处的地点 一共发现近12000株生产程度不同的大麻 估计市值接触大概是3亿5000万港元 昆士兰警方7月开始采出行动 说今次发现的种植场 是以先进的水耕方式来中大麻 两个男人涉嫌生产危险药物被拒捕 不提后方面 在世纪赛历史证 拿到一鸣一铜的香港保龄球队海船 队员都说 快奖牌是对团队努力的肯定 由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海船 陪同港队队员的 是一鸣一铜一铜的解释 其中胡兆康 麦卓妍和曾德轩在世纪赛男子三人赛决赛击败了中华台北 历史性赢得金牌 一来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新的历史 就是为香港人可以在最高舞台里拿到金牌 还有我想是证明了我们其实我们的整体实力 都很高兴可以和一些队友可以去拿到好成 令到自己可以一起做到世界冠军是非常正的 火牌某冠浩拿到男子双人赛银牌的曾德轩 也有份拿到三人赛金牌 他就说赢在平常心 我们赛前真的没想过可以发挥得那么好的 但是就好像康仁康仔那样说去 我们在开始 陈淑贤已经帮我们拿了一个铜牌的时候 令到我们之后的压力可以完全可以放低了 港队另一面的奖牌是来自陈淑贤 她在女子个人赛责痛 部分港队成员之后会稍作休息 再被战下季赛事 和2018年的亚运会 无线电视机载一层钟来给我 NBA攻络在主场赢 活塞104比100 白衣的攻络有三个球员拿到20分以上 智慕江安的道安保系其中之一入25分 这边上活塞有夏里士贡献21分 包括4个三分球 两队七次平手十次交换领线 到蒙特射入这球之后 活塞领先76比74 不过攻络第四节 打出一段14比1攻势 将比分拉开 活塞教练云根迪受不满后备球员 最后一节表现慢热 加上防守松散等于自我投降 即使活塞的巴德尼最后22秒射入3分 追到97比99 不过攻络最后守得好 赢104比18 近5场赢4场 你帮我 有时我帮你 请支持论寺第一计划 多多指教 这张是我的卡片 这里是我工作的地方 厚服职业专才教育 请支持明镜与点赞 订阅 支持明镜与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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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位进入决赛的中学生 在下18岁的女检宫贵 他也会找到决定的罪犯 在第9章 第9章 辩方律师都很努力 这事件没有关系 任何商业事件 一阵纯昌窃监之后 到法官判决了 到底谁赢呢 我们是一阵纯 那帮官判决 订阅 那帮官判决 都说控制双方表现很好 如果有更多地医院的学生 可以进入法官判决 我认为香港判决很明显 但仍然太早了 我还没有关系 而输了的范美琪 原来是另有抱负的 其实我是想做医生 所以我是想做医生 但他就说 今次参赛是一次宝贵的经验 主打今次活动的科技大学 是会向得奖女学生单发一个奖学金 波大话 希望提出今次举办 模拟法庭辩论比赛 可以增强中学生对法治的认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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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